上午十点多 车辆来来往往 突然一辆三轮车一个大回转 和后方机车撞上 后座女乘客翻滚一大圈 骑士也躺在地上 痛得无法动弹 两人手脚擦伤 三轮车驾驶立刻下车关切 附近民众也敢来帮忙 隔不到几小时 相同路段又有三轮车违规回转 后方这一辆竟直接冲撞进骑楼 驾驶和乘客都吓傻了 一个月会发生一件至两件 没有注意回转去撞到 20号上午一辆三轮车 载着客人行驶在摸乳巷外的道路 违规跨越双方线回转 撞上双载的机车骑士 想不到下午两点多 又一辆三轮车回转 撞上旁边店家 只是为何这些三轮车 都挑在这里回转 全因为一旁是知名景点摸乳巷 驾驶要让客人在这里下车参观 游客来到陆港旅游 搭乘三轮车听专人导览 尤其到了假日 人潮络绎不绝 但一天内相同地点 发生两件违规回转车祸 引发外界关注 可储新台币三百元以上 一千两百元以下罚还 警方呼吁骑乘三轮车 务必遵守相关规定 再看一次机线擦装画面 令人捏拔冷汗 记者陈胜维许玉文王百英 张大气坊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